这里是圣诞爱无限公益餐会 由TVBS新闻爱永续基金会 和蒲公英基金会联手 以及众教会在12月21日 共同举办 邀请全台23个公益团体 800人席开进摆桌 围路过圣诞 这么多年 其实他们的付出是最辛苦的 因为像天使星 像韩建基金会 像瑞士基金会等等的 这还有伊甸基金会 真的是他们长期的付出 然后真的很希望大家聚集起来 然后能够分享 一起分享圣诞节的快乐 最重要的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午餐 而是说我们一起怎么把爱传出去 以及把这个社会 要有更多的爱跟温暖的这件事情 这个讯息带给大家 其他受邀的社福团体也来自全台各地 不限特定族群 有长者身心障碍朋友 青少儿关怀领域的社工 及所辅助的个案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百位孩子 跟他们的家长 应邀参加今天的公益餐会 那非常谢谢 因为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是生长在偏乡 所以他们平常 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到台北顺来 平常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也没有机会 可以有一个比较丰盛的一餐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安排 把这些公益团体邀集来 那么最重要的关键 让我们借这个机会 可以彼此交流 而且彼此认识 因为在公益的路上 人人都有责任 主办单位还预备丰富抽奖奖品 慰绕各公益团体的辛劳 让这个属于耶稣节旗的日子 充满浓浓的爱与祝福 就是鸣之秘的 第一条 没见证 其实 不是